泰国选手莱华嚣张挑衅 被铁英华一记鼎息 打得跪地不起 铁英华是中国自由搏击的一员汉将 因其在擂台上打法如猛虎下山 十分硬朗强悍 被全迷亲切地称为小虎 对手是来自泰国的一休 曾经KO过世界第一席题材 获得过泰国职业联赛 122磅16人赛的总冠军 泰国泰智战67公斤几斤腰带 泰国伦皮尼全场 128磅金腰带 拥有四条国际金腰带的泰拳王者 在他350场比赛中 仅仅输了28场 战败率不到10% 可以说是实力非常强劲 比赛开始后 双方打低还是相对谨慎 突然铁英华一记 正登命中对手下巴 打得对手一个亮枪 铁英华上前压制 用前手拳疯狂试探 紧接着一记正登命中 将对手登得连连后退 铁英华进行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转型期 我们也期待着他伤腹后的这个表现 小虎再次进行压制 用前手拳试探 反观泰国选手的报价非常严密 突然一休一记低扫 被小虎迅速躲闪过去 手和抗击掌能力都非常的不错 小虎上前进行压制 一休准备施展扫踢时 被小虎一直拳击中腹部 小虎乘胜追击 连续的后手重拳击中 紧接着小虎一记扫踢 命中对手干部 第一回合呢 泰国选手相对会比较慢热一些 典型的泰国选手呢 前两回合都会 特别是面对高密度拳法的时候 他们的严守动作会来不及 小虎将一休压制在围绳边 突然铁英华一记转身后摆进攻 而一休一记扫踢被截住 这场比赛跟韩文豹的那场比赛就不一样 韩文豹那场比赛是两个人的 此时的小虎牢牢地掌握着比赛的节奏 突然一休一记正登被闪躲 而小虎则是一记直拳击中腹部 随后泰国选手一记转身后摆 被铁英华抓住空档 两记直拳将其击退 在第一回合比赛进行到中半段时 小虎铁英华抓住对手的防守空档 一记顶膝直接命中泰国选手的肋骨 被袭击命中的一休当场跪倒在地 裁判上前进行独秒 在裁判的强制独秒下 泰拳王一休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能力 裁判果断终止了比赛 就这样 小虎铁英华碾压泰国选手 一回重拳将对手打得伤痕累累 以绝对的优势赢得比赛 现场的观众沸腾欢呼 这一战酣畅淋漓 再次打出了中国硬汉的霸气 问小虎铁英华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